第二輪資格賽 謝謝 剛才我們的慶怡姐 她急了永退 見好就收 對不對 她要往下打 今天真的就只有兩位參賽者了 還好她走了 好 請看第一個提示 林瑋婷也太快了 手腳 誰啊 就稱之江戶 所以呢 答案是 東京 東京 到對面 好厲害 好厲害喔 2011奧義主辦 鐵塔停工塔 來 林瑋婷的節目 顧慮一下就位囉 林瑋婷同學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新聞碩士 好不好 四分鐘的答題時間 林瑋婷 對啊 好不好 看一下你今天的第二套題目 起 公佈 運動古歷史 因為你是運動主播 所以應該會知道一些 合理 播客求置入 因為有Podcast 對不對 你也要在那邊開個節目 美國奇遇記 在那裡待美國待十年 待三年 氏族吉祥物 你一口氣 播了四屆氏族賽 肉類料理法 你有一個節目一起料理吧 你曾在那節目裡面做過 馬鈴煮燉肉 所以不知道料理是不是你的強項 但是還出了一個料理的節目 好 重金屬去比賽 說的是你喜歡聽 Happy Metal 對 對 可食咖啡杯 你喜歡喝手蟲咖啡 日本推理劇 當然這是你最愛看的一個劇情 從哪裡開始 那就從我現在正在做的Podcast來好了 播客求置入 是 Podcast是什麼樣的主題 我做的是格鬥 格鬥 也是格鬥 就是格鬥 請主題 片頭片中片尾 請主題 這有什麼懸念嗎 廣告不都下載片頭嗎 這個我覺得 就像YouTube一樣 或者說一般的那個 一般電視節目 你沒有辦法下載片頭 除非說你冠名贊助 對啊 但是Podcast YouTube沒有這種限制 因為NCC管不到 不會有人下片中吧 片中其實有 有 在Podcast的很多 是在節目當中插進來 不管今天插進來 我都是看得正熱的 我整個正在投入的時候 你就會跳廣告進來 那不是差點很反感嗎 我就是在這邊的時候 故意來打斷你的專注力 然後這個時候 突然插廣告進來 反而你的專注力會 放到那個廣告上面 你看你以前不都 我討厭他也是我記得他了 你看那個以前那個 我們波波波那個氏祖散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宇宙製藥嗎 好不討厭 我沒說 但也很可愛嘛對不對 每個人都會哼 每個人都知道 我們先求 好 我們先求這個身體健康 再求效果 片頭 請接受 好 大家好 謝謝 謝謝 好 現在在這個2020年 Podcast可以說是 爆發性的成長 因為在去年九月的時候 你知道整個Podcast上面 只有三十檔的節目 但是來到2020年年底的時候 已經有三千六百多個節目了 這真的是爆發性成長的一年 那其實在台灣的廣告主裡頭 很多人都喜歡下載片頭 一開始就能夠被聽到 但是對於歐美來講 他們其實比較喜歡下載片中 因為你可能聽一聽 無預期的它突然跳出來 反而是下載片頭 有時候大家就會直接 把它快轉跳掉 所以這也是台灣跟 歐美廣告主之間的差異 來 第二集 世祖吉祥物 世祖吉祥物是什麼題 來 請問世界杯足球賽當中 第一支吉祥物是什麼 A 獅子 B 老一 C 狼 我的答案是 獅子 你鎖定 你在為難什麼 因為狼很 狼很難 狼很 我的消息狼 狼很難 因為狼在西方 是一個不吉祥的動物 一直到近年來才有 但是世祖賽 世祖賽是已經有 一百多年的歷史 真的喔 對 所以在以前十九世紀的時候 不可能用狼來當吉祥物 還是會用祥獸 對 沒錯 那老鷹怎麼 老鷹的話 基本上是只有美國人喜歡 它在其他地方 老鷹也是一個不響的動物 有這種事 是 所以我覺得獅子最合 看了 測揚墨水就是不一樣 這樣分析挺合理的 可以吧 獅子答案就跳出來了 好 請揭曉 一百年前第一支吉祥物嗎 還是什麼 真的 好厲害 好 獅族杯的第一支吉祥物 出現是在一九六六年 在英格蘭德士族賽的時候 他們有一支獅子叫做威利 身穿英國的國旗 而後來就開始有各種 各國的吉祥物 像是其實雄鷹也曾經 是氏族杯的吉祥物 那它是非洲雄鷹 奈吉利亞球隊的這個吉祥物 還有我們剛剛所說到的狼 其實是最近期 二零一八年 由俄羅斯主辦的 氏族賽的這個吉祥物 就是一隻狼 代表著神社手 一萬 來 在門口了 第三題 重金屬 Heavy Metal 你最喜歡聽誰呢 我最喜歡聽 Metalica 金屬製品 請出題 請問芬蘭去年舉辦了什麼比賽 讓參賽者 邊聽重金屬音樂 邊進行什麼活動 A 重金屬作畫比賽 B 重金屬拼圖比賽 C 重金屬針織比賽 芬蘭的人也太妙了吧 好妙喔 北歐的人真的很妙 他們會想做一些 完全讓人家想到的事情 這是 作畫 拼圖還是針織 我的答案是 B 拼圖 是鎖定 為什麼 因為聽重金屬 你知道聽重金屬的時候 標準動作是什麼 這樣 對吧 對 然後呢 在縱時候 你這樣子的時候 你跟我講你怎麼樣拼圖 針織你 那個 如果你機械動作 你熟練的話 還可以吧 那作畫的時候 應該也可以 刷那個抽象畫 脫墨 你以前做主播以前 有做過機筒嗎 這個 我們請那個命理老師 來跟我一起 幫我服教一下 所以你認為拼圖比較難 拼圖是最難的 而且特別有趣 真的 你給想像一下那個畫面 想像一下 對不對 要拼 又要看了 在什麼地方對不對 對 然後一邊還要看 看 好 好 好 請一切講 講了半天 演了個半天 不是演得那麼辛苦 起碼對一下吧 我覺得最好笑的不是拼圖 最好笑的是針織 針織 我覺得啦 因為我還不知道答案 好吧 但是感覺起來以揮灑來說 應該是畫畫 畫畫喔 但是我們不以好笑的效果 那當然這個針織 我小時候就這樣 因為我小時候 最不可能在一起的組合 對 那是好笑 衝突的 但是以揮灑來說 畫畫是最像 畫畫也像 對不對 對 對 沒錯 掌握 擁擁三選畫 對不對 無力 來 要什麼答案 針織答案是 重心署針織比賽 只能說芬蘭人 真的是想像力無窮 因為那重心署 感覺是非常熱血 很ROCK的一件事情 那針織感覺應該是 安安靜靜 很文靜 可能是老奶奶才會做的事 他們就把這麼衝突的 兩個事情拼在一起 然後要這些來參賽的人 腳腳一個一分鐘 他們一邊聽重金屬音樂 一邊在針織的影片 結果這些人真的看起來 都很搖滾 就是邊針織邊甩頭 跟著節奏力動 那最後的第一名的獎賞 是可以入住芬蘭酒店 一個晚上 對 要衝突好笑的話 真的比較好笑 比拼圖好笑 這是第三題對不對 掛了 抱歉囉 今天空手回家了 哎呀好 就差這麼一題 掛了 來 下一回合資格賽 全明星空略 模範之間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手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空略 趕快來訂閱喔